朋友们好,章鱼无趣在马路边准备吃饭 隔着玻璃,说话别人听不到 同时还有一顶帽子,把帽子挡在一边 好像在对着手机说什么 可能路过的人会觉得这个人在和谁视频聊天 其实不然,我是在录本期节目 本期节目很精彩 虽然说在路边上录一段感觉像快餐消费,快餐文化 但是快餐不一定就不精美 因为我今天要聊的是大长腿 应该配一辆自行车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几年前我在路上溜达 我是经常溜达的人 其实就是健身呢 有一次突然看到一个女孩子 当时是红灯 她那个自行车经过道口的时候戛然而止 于是我就看到她的身材特别好 腿特别长 上面穿着一个白衬衫 下面穿着一条这个牛仔裤 瘦腿的牛仔裤 两条腿 一条腿是置在地上 一条腿打在那个自行车的脚踏上 哎呦,我就觉得她显得那么干练 那么意气飞扬 而且身上的整个这个线条啊 你不会想到累赘 你又觉得有一种简洁之美啊 甚至有一种力量之美 于是这个画面就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我突然觉得呀 一个大长腿呀 不配一辆自行车呀 是愧对这个大长腿的 如果你是大长腿 你一定得配一辆自行车啊 没事干的什么 可以在那个飞机动车道上 悠然自得的这样骑着车 最好留着长发 如果有威风的话 正好让这个威风吹拂你的长发 让你的长发飘扬 我想即使是坐在这个什么 宝马奔驰 劳斯莱斯啊 各种豪车当中 甚至那些美女 她们驾着这个跑车的话 看到你在路边 她们都会非常的羡慕 为什么 不是每一辆开着这种跑车的 所谓的美女 都拥有你的一双大长腿 而显示你大长腿的最重要的 必备的神器 就是一辆自行车呀 所以说我现在这个专注于 情感领域的这种垂直创作 同时也可以捎带做一些 这个人物形象的设计 扬起所长 就是扬起你的大长腿 骑自行车的一个好处 就是让大长腿完全暴露 同时你的大长腿在不停的运动 运动就能够引起注目 对不对 如果光坐哪儿 有的时候别人看不到 所以我们知道 响尾蛇为什么厉害 就是因为响尾蛇不管到哪儿 也把那尾巴支起来 发出嘎嘎嘎嘎嘎嘎嘎的声音 那其实大长腿在自行车上 灯塔运动 就是类似于响尾蛇那种动作 是一种致命的诱惑 好 就聊到这儿